好,我們之前就已經講了一些 就是講到有 熟世的價值觀 未醫好的傷害 被人影響 自卑感 我們今次講自卑感 自卑感都是幾 幾容易影響我們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卑的 每個人都有過自卑 亦都很難在一個平衡點 自卑的人很容易會自誇 為甚麼呢?因為他自卑覺得自己沒甚麼用 他就很想用方法證明自己比人厲害 自卑就會造成很多問題 大家看看這兩幅圖 左邊這個小孩經常被人說 他傻、壞、蠢、懶 可能他自己都是這樣說自己 他覺得自己都是不行的 沒有人喜歡的 因為素來的人都是對他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右邊這個人 就覺得自己不夠聰明、不夠好、不夠漂亮、自卑感 尤其不夠漂亮 很多人來說是覺得很在意、很介意 尤其是年輕的時候 或是很想找到戀愛、結婚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不夠漂亮 所以覺得別人不會接納他 心裡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好 我曾經以前在學校裡 我曾經教過聖經 又有教過倫理 其中有一堂說到 我們能夠欣賞自己、接受自己 我就叫那些人寫 你覺得你的樣貌是一至五 如果你的樣貌是很漂亮的 你就寫五 你覺得你的樣貌很醜 你就寫一 我發覺男生寫得比較中肯 但女生傾向於覺得自己是低的 可能的原因是 因為女生的體重就是 被人體重、被人接納、被人喜歡 她經常都覺得自己不夠漂亮 尤其有一個很特別的 她寫一 而且她自己覺得 她還寫我是醜八怪 我就很好奇 這是誰這麼醜八怪 我在堂上派寫寶 寫寶 就把那些補形寫了 才其名作 我叫了一個名字 你看一看 是全班最漂亮的女生 蠻好奇 我就請她出去門口 跟我們談吧 因為我怕學生 farmから聽不太好 我說 你寫你是一 你你覺得自己是醜八怪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自己是醜八怪 他問 是啊 我從小到大到大 我都覺得自己是醜八怪 我問 不 Rev. 是全班最漂亮的女生 我真的不覺得你是醜八怪 她說,不是,我真的很醜怪 我就說,你在班裡有沒有一個信任的人? 她說,有 我說,叫什麼名字?她說給我聽 接著我叫那個女生出來 我說,我問這個女生 你是不是醜八怪? 還是你是漂亮的? 讓她回答你,好嗎? 那個女生出來,我問她 你覺得這個女生是漂亮還是醜怪? 她說,漂亮,很漂亮 但是她是否說服呢?我不知道 因為太長時間 一晚家人告訴她她是醜怪 她自己又覺得 我們看我們的樣貌 眼耳、口鼻、頭髮、耳朵等 總有些地方是不合心的 有些人真的很漂亮 但是她的心希望自己也漂亮得明星 漂亮得不得了,鏡頭很完美 這隻眼睛小了一點 她的眼睛有一點點 有什麼不完美? 有點歪了 她是很在意的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留意的 其實人與人相處都不是說 你很漂亮,真的漂亮得不得了 你真的很可愛,真的很喜歡你 人可能開頭會這樣 但是其實久了 都不會說你漂亮,所以就喜歡得不得了 我又認識一個真是美女 這個真是美女 結婚了若干年 因為她兩夫妻都認識的 很熟悉的 所以她就在她丈夫面前說 她說她那時追求我 天天送紮仙花 但是那個女兒對那個男兒 是一點興趣都沒有的 因為男兒的外貌和談吐 都沒有那麼突出 那個女兒 但是那個男兒是很潔力追求她的 每天都給一盒仙花送到她的辦公室 她們在同一間公司工作 每天都送她 結果一年之後 她就答應 好吧,我和你出街 那個女兒還說出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她說到對方有些地方 好像不懂得一些態度 其實不是很大件事 就是這樣,有一道玻璃門 玻璃門當然是一邊開一邊 那邊開一邊 如果這個人在這邊 那你不要開一邊 你開一邊的門 就擋住他 那你當然是開這道門 她就不是開了這道門 然後擋住那個女兒進不去 那個女兒也說了這些 其實也不是很大件事 不過她說她第一次見面 可能不懂得manor 或者緊張 但是她就說了 好了,結婚之後 完全不同了 沒有什麼聊天 沒有什麼… 就是完全… 初頭那種追 完全沒有了 這個情況 也就是那個男的 可能看到那個女兒的漂亮 就很羨慕她 很想得到她做太太 但是當她得到的時候 她又不會珍惜 她又不會珍惜 又不會覺得 既然你這麼羨慕 那你應該珍惜 她又不會珍惜 那人很多時候都是會這樣的 就是會不會珍惜某一個人 或者不珍惜自己 或者對自己的自卑感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不同的自卑的想法 而自卑對我們很大的難阻 因為生命就不會發揮 就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所以這件事是需要克服的 我自己想起 我年輕的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都是很在意人怎麼看我的 那時候是很在意的 但現在為什麼我會放手呢 因為我見到人多 我發覺 其實人不是最重要看你的外貌 看你的什麼 是看你有沒有關心人 其實這些一切都是不重要的 其實也有 我還記得 有些在我過往的經歷 曾經有一個人 他是成年人 他當時 這些句話我講的不是什麼 不是誇搖的 完全不是誇搖的 一點也不是 他說其實你很英俊 我說不是 我說我不是 我說我不是 他說是 我說不是 從那幾時他不再說下去 其實 我相信我有漂亮的地方 有不漂亮的地方 但是 這件事其實影響我的內心 但是我現在來說 我知道其實 多漂亮也好 有一句說話 我也跟自己說 多漂亮也好 遲早就不太漂亮 多漂亮也好 如果我看回我年輕的時候 那些照片也挺漂亮的 但是現在 全部都退光了 不過 其實沒什麼所謂 在人生裡面 其實不是漂亮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對待人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就是說 我們就算 我們有什麼做得不好 總是有方法可以處理 我們總可以提升 一輩子都覺得自己不好 總是會有困難的 在網上也看到一個這樣的故事 真是非常可惜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女人 她是很漂亮的 有一個男人 她全家的人都要令到這個男人 就是這個男人 初頭男人想她讀書成功 她是哥哥姐做工幫助她讀書 她的哥哥姐反而沒有那麼多機會讀書 就幫她這個弟弟讀書 讀得很厲害 甚至她發明了一個軟件 賺到很多錢 好了 但是她一向都是沉迷於電腦的 沉迷於工作 所以一直都沒有找到女朋友 到她的事業很成功 她就開始去找女朋友 但是她不是透過認識的人 她也不是基督徒 她又不透過認識的人 她就上網 那些沉戀愛的網 在沉戀愛的網上想找一個太太 找到那個人很漂亮 即是回應她是很漂亮 令到她很喜歡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其實她不太懂得說話 但是那個女生依然很喜歡她 那個女生還反映 傳訊息給她 我看到你真的很喜歡 這個男的真的覺得 其實她覺得一定失敗 她見過她第一次 她已經覺得失敗 因為她自己都不懂得說話 所以她覺得失敗 誰知道這個女的 就說很喜歡她 她又覺得很特別 當然有反應、有回應 然後那個女的就浪費了 就讓她看 這間是我的房子 挺漂亮的 這個男的聽完之後 她又跟著做 她說既然你這麼厲害 我也會展示給你看 當然她是很厲害 因為她的軟件賣了很多錢 所以她就展示給她看 這個女的跟她交往的時候 這個男的又很慷慨 還會給她很多錢 後來那個女的又說 跟她交往 就說我跟她分手了 她不跟她分手了 然後她就給她很多錢 說哄她回頭 那個女的又開價了 就是說你多少錢 我才會考慮 總之來來回回 很多次都是這樣的 又分手 然後她給她很多錢 最後她就要她 後來有一次她就分手 她就說 我答應你 如果你跟我結婚 我會怎樣給你錢 還有就算離婚 我將來會給你多少錢 這樣寫完 一張紙這樣簽了名 然後這個女人 後來那個男人發覺 她越來越離譜了 真的跟她結婚 但是越來越離譜 一結婚就立即要離婚 因為要跟她分家產 她就覺得很離譜 她就去拒絕那個女的 那個女的就要脅她 她說我知道你 生意上有些地方有欺騙政府 當你一不做這個 你簽了的約 我會告給政府 你會抓她坐牢 那個男的很害怕 處理不了 結果是怎樣處理呢 她是跳樓的 她留言給那個女的那個 意思是說 你怎樣欺騙我的錢 要我的錢 我現在用死來回應你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自卑作水 以及人高漲自己的自我形象 女的因為她知道她漂亮 她知道她吸引人 她又知道男的很緊張 那為什麼呢 那個男的多少錢都肯出的 整天都 總之什麼東西都是出了很多錢給她的 所以她知道其實這個女是一個職業的欺騙的人 她就是因為她夠漂亮 所以她就用這個方法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人 有男有女 男的比較多 意思是男的欺騙者比較多 因為女性比較緊張 能夠結婚 比男性比較強烈 所以男性欺騙比較多 這個是女性的欺騙 這個男性的欺騙者比較多 她有自卑感 其實她開始覺得這個女人有問題 她應該跟家人商量 或者跟某些人商量的時候 她是不是真的這麼難找到一個漂亮的女人 她就覺得這個漂亮的女人就去滿足她的一切 這個就是她的那種自卑感作衰 所以她就變成了給那個女人控制 整個生命的結果 就是錢和生命損失 就是無可挽回 這也是自卑感作衰 就是她自己覺得自己不行 你覺得這麼漂亮的女人 我就最想得到 其實這些都是虛榮 一切都要過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原來最重要的是神寬理我們 我們做的神寬理 以及我們祝福人 人會得到幫助 這才是人生最重要 所有世上的多厲害 多有錢 賺到多少錢 樣貌多厲害 一切都要過去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一些很漂亮的人 當然有些是維持得長一點 漂亮一點 有些真的看著她 其中有一個是一個女明星 美國的女明星 她年輕的時候 因為她那種豪放的風格 是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但是她後來被認為是甚麼呢 是老得最醜怪的女人 她女上來是很醜怪的 其實人都是 這一切都會過去 所以一個很漂亮的人 這些 就是說我們憑我們的樣貌 這一切都會過去 但是我們 她心裏面還有沒有其他自卑 覺得自己沒有用呢 當人自卑的時候有甚麼後果呢 容易埋怨 就是說 別人不好 令自己變得沒有用 自己又蠢又懶 又做不到 沒有人幫我的 我父母也不幫我 我同學也不幫我 老師也不幫我 所以搞到我這樣 變得容易埋怨 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內裡的問題 會造成這個人 他的生命就會容易犯罪 埋怨就是犯罪 令到他會怨恨人 怨恨神 還有會看小人 人人都不好的 經常他們這樣對我不好 所以令到我這麼沒用 覺得自卑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價值 是在乎我們有沒有依靠神 信靠神給我們的價值 還有在神裡面提升自己 其實每個人都一樣的 不只是信耶穌 信耶穌第一 信耶穌很重要的 我信耶穌看重我 我信耶穌祝福我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是神的子女 所以我要寶貴 但是第二 都是一定在神裡面提升的 如果一個人 他是信耶穌 他信耶穌愛他 不過他 是甚麼都是很隨便的 我也看到一些影片 講到一些人是怎樣的 跟很多個男人結婚 又不懂得照顧子女 不懂得照顧家庭 只是想得到愛 只是想得到人愛他 那他的生命是亂了 是聰明的 也有時有些人跟我說 有些家庭 父母、子女都又吵架 又發脾氣 又懵吞 又這樣那樣 又搞到隨時會加辯 有些家庭都是這樣的情況 真的很難搞 因為他的生命 破碎得很厲害 是難搞很多的 但我仍然願意幫助 我們就知道原來有些人 他自卑都是因為他自己破碎 他整個生命都破碎了 所以我們就反思我們的生命了 我們跟別人的關係 是不是破碎的呢 是不是一直都失敗的呢 失敗我們不要只怪別人 他們都不理我 不理我 不關心我 不要只說這件事 我們自己 到底我們對人是怎樣的呢 可能我們處理 跟別人相處的方法是有問題的 所以別人也很難跟我們相處 我們也是從 有些誠實的人的口中可以知道 到底其實我跟別人相處 有甚麼地方可以改善 但有些人就說 不能改善 我是這樣 我生出來就是這樣 我很難搞的 我不行的 有些人都不行的 其實是可以好處理的 我很感謝主 今早 不是今早 今天正午的時候 回來 有個姊妹跟我說 她以往也有很多情緒影響 她今天說很大改變 我聽到很開心 為你開心 很開心 因為我們看著別人的改變 在她旁邊遠一點 那位也有些情緒問題 又是好起來的 又是一路改善 這些我們都感謝神 神是醫治人的 不只是醫治 不只是說 我現在有頭痛 有哪裏痛 醫好 而是整個生命醫好 這個才重要 那時候就醫好我們的自卑感 所以我們幫人的時候 發覺有些人總是自卑的 因為他不懂得管理好他的生命 有些人就會說話 總是掘雷錘 說話很容易傷害人的 令到別人沒有興趣跟他聊天 或者經常都是掃苦 經常都說他沒有人說的 這些是單面的溝通 不會長久的 我們一定有關心人 一定會幫助人 但是有些人就說 他都這麼好 要不要關心人 其實挺好的人都喜歡你關心他 你問一下他 你留意他所做的事 有沒有一些困難 你都認同 我知道你做的事也很困難 但是你都很努力 欣賞他好的地方 對他有一個鼓勵 在我來說 我不是很依靠這些讚賞 有時有些人讚賞我 我當然會感謝他 但是我又不會一直聽他 因為他在那裡說很多的時候 我就說 OK 多謝你 有些甚麼可以幫助你 有甚麼可以祝福你 反而我轉去 怎樣去祝福他 因為我的自我形象 我是從神而來 我知道神看重我 我又知道我真是處理生命 我真是發揮生命 那我也知道 當然你告訴我 我是欣賞的 謝謝的 我這樣說 我又不是叫你讚賞我 我又不是叫你不要讚賞我 我只是說 在我裡面有安全感 雖然有人稱讚我的時候 我會感謝 但是我不會心花怒放 哇 噢呀 你這樣讚我 原來我這麼好 為什麼呢 我知道我在神眼中 神歡喜 雖然我知道我有軟弱 我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的自我形象 建立在神 沒有人能夠衝突 將他撞走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使有些人說一些說話 批評 我會聽 我會看 我會留意 但是我不代表 我會被他打倒 我不會被人 抬到上天那麼高 我也不會被人踩落地底 因為我在神裡面有價值 但是我也真的祝福人 是不是我完全跟人的關係 沒有回應 是有回應 我跟太太身上有回應 我跟你們身上有很多回應 你們對我的參與 我們跟你聊天的時候 我跟你們聊天的時候 你的回應 這些都是給我鼓勵的 我不是說不欣賞你的鼓勵 我欣賞 不過我不是靠這些 來得到我的生命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有安全感 那些人也建立生命 那你的人就很平穩安靜 別人怎樣發脾氣 不要緊的 我只是注目在 我可以有什麼做錯 我整理搖書 我如何平息這件事 我就不在意說 我真是壞了 又令到發脾氣 我真的不好 我不會用這樣的說話來對自己 這裡說到容易放棄 有時我看一些網上看的故事 去認識人世界發生的事 我發現有些人真的放棄 家庭放棄 他有很多次結婚 他很想得到愛 但總是得不到 他得不到的時候 他也不懂得比出愛 所以他的子女得不到愛 他跟相處的丈夫也得不到愛 我也曾經說過一個 叫做這個 我想一下名字 他的意思就是 The poorest richest girl 這樣的意思 就是最貧窮的 最有錢的女人 因為這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女人 她是承受很大的遺產 由她爸爸和她媽媽那邊 都很大的遺產 但她是令到自己臨死的時候 只剩下幾千元美金 就是完全離世大譜 她其實放棄生命 她跟很多人結婚 也有些真的對她好 但她也不懂得珍惜 結果始終她是單身來離世 就是她放棄 她不自覺地放棄 所以我們也要留意一下 我們的生命到底是去到什麼位 反思 一會兒在小組的時候 反思我的生命去到什麼位 我跟別人相處是怎樣的 我的自我形象是怎樣的 我受不受人影響 我是不是要依靠別人的讚賞 或者別人對我好 我才覺得自己有用 因為我總是知道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 而我真的有付出的 我真的有對人好的 所以我亦都建立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一直在建立 是在進步著的 今天的我 大家想一想 和你一年之前的我 是否有分別 是否一直在進步著 因為都差不多 不要緊的 你進步了一點也不要緊 總之進步也是好的 我們就反思了 我們的生命是否在進步著 我們也不要批判自己 糟了 我不行了 我們就說 我未進步得夠多 我可以開始進步 開始一路處理 我的生命就可以提升的 容易放棄 就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做得好 就容易負面消極和閒冷不潔 之後 甚麼都覺得做不到的 全方我做不到的 幫人我做不到的 輔導人我做不到的 心就放棄了 亦都不信神愛自己 就覺得神怎會愛我 所以祂不會深信神愛我們 我自己真的看到 其實我的成長 我是受傷害的情況成長的 在我小時候 家裡有很多罵和打 家裡又離婚 我曾經合作的一個西人牧師 也跟我說 他說 你這樣的家庭長大 但你又不像受傷害 你好像沒甚麼 他說他覺得 我好像不受以往 看不出我以往有這樣的事發生 我自己來說 我又感謝神 因為當我小時候 雖然有這麼多的傷害 在離婚之後 其實是有很多不公平的對待的 家人離婚之後 但我依然我的價值 當時沒有耶穌 但我的價值就是我自己讀書 而且我能夠讓我的朋友好 我便對他們好 有一件事我感謝主放在我心中 就是我會 把家人離開那些不好的事 我覺得他有問題 我一出門後 我就很開心了 我一出門後忘記 我不會說 他們對我不好 我真的很痛苦 我真的很慘 我不會這樣的 我只是覺得 我小時候已經覺得 他們真的有些問題 他們有些問題 為甚麼他們的生命會這樣 我就不介意 而我跟同學相處 又很開心 所以我一上學 我就很開心 我喜歡早上學 早上學後跟同學相處 我是很開心的 雖然我跟同學相處 其實不是很… 小學時是很好的 但中學時是很困難 困難不是代表我沒有好朋友 但為甚麼困難 因為那些同學太厲害 因為入名校 那些同學太厲害 所以就… 總之不是很難入群 但當我入了一班人的時候 我是喜歡一對一的友誼 有些很喜歡整班 我就不是那麼入群 但我有一班朋友 我經常都是好朋友 在這個過程中 雖然我不受那些人的影響 雖然他們對我有這麼多傷害 不好的事 但我都不受影響 我都希望大家學到這件事 就是說 你知道有些人有問題的 你明白 知道 你相信耶穌 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寶貴 你就放下那些人的影響 而你深信我是寶貴 我可以提升 我可以建立 靠著主 努力地去成長 我自己是… 到今天我都繼續去尋找成長的方法 我怎樣進步 我怎樣能夠有更好的教導 怎樣能夠發揮更大 我都在那裡去尋找 當情況更加好 我亦都會開始去尋找方法 出去短孫 這是我神給我的動力 我們看到原來自卑的人 是容易犯罪和容易有問題的 自卑因為不被肯定 即是覺得不被人肯定 這也是一定有關係的 例如像我一樣 我家不被肯定 但學校被肯定 我又努力了 其實每一個人他有自信心 都一定有他的努力 例如那人讀書又不好 跟別人交易又不好 他沒有可能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在學校讀書是好的 我跟別人交易都是好的 我又不會欺負別人 又不會對別人不好 我總是真誠對別人 所以我在學校是被肯定的 雖然家裡不是那麼肯定我 但有時他們暗中 無意之中會肯定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可信 以及我是真的做得好的 所以雖然他表面有罵有打 但是我是得到不同的肯定 這也是我們能夠有自我形象 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如果你中間有人覺得 沒有人肯定我的 你就想一下為什麼沒有人肯定你 你跟那些人相處有什麼問題 那麼你起碼在教會裡面 你怎麼可以跟有些弟兄姐妹的相處 建立到關係 那麼你在那些人的身上 你可以得到一些的 鼓勵和安慰 你會看到他們會開心的 他們又看到你開心 這個才是互相的肯定 例如你見到一個人 你喜歡掃苦的 你又開心見到一個人 但是那個人未必很開心 有些人應該幫人也開心 但有些人就覺得 你又是說那些東西 好像沒有什麼耐性 但我們應該學習有耐性的 但是如果這個人 好像自己經常注目在自己的掃苦 那些人是不太喜歡跟他聊天的 但如果他是關心人 跟人聊天 亦都開心 開心的人是容易別人歡喜的 一個人經常都很仇、很煩 別人不喜歡跟他相處 因為好像將一些不開心的傳染過來 但是我們開心 我們總是正面 經常正面的時候 人們就喜歡跟你聊天 那你就會被肯定 而且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 都是祝福人的、幫助人的 我們就被肯定 被肯定就更加容易有自信 但又不是驕傲 另一個極端就去了驕傲 我比人更厲害 我什麼都比人更好 其實我們不需要說 我的侍奉 神真的特別賞賜 不用加一個特別 神賞賜就夠了 不用比其他人更大的賞賜 不用這麼想 不要這麼想 只是說我多謝神 甚至我都是不配 不過神給我 我很歡喜 我上次很感謝神給我 我多謝神 不是我配的 是神給我的 我自己都是覺得的 我是覺得我是不配 是神一次再一次提升我 所以我能夠提升 而最後一次的大提升 就是這個聖年充滿 當然有其他的情況 神都是提升我的 這個大的提升 是令到我能夠生命很高度的提升 生命很高度的發揮 這個是我很多謝神 神是沒有嫌棄我以往的軟弱 和所犯的罪 我多謝神 給我能夠有機會大大的發揮 這個我覺得是神的肯定 我都希望大家都深信 你是可以得到神的肯定的 好了 自卑的人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但其實我們個個都可以有價值 個個都 每一個都有價值 就算你現在說我很失敗 我現在真的很失敗 我很多事情都很失敗 我很多事情都不行 依然神是可以提升你的價值 但這個提升價值 一方面就是無條件的 神愛你 神體重你 在你 常在無福之中 神已經認識你了 你神了定的日子 到一天神已經寫在你的策上 所以神已經有一個計劃 雖然到現在都未能進入 大部分都未能進入 你依然可以開始 信靠神的大恩大愛 開始進入 亦都開始處理任何不好的事 就算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都處理我們的內心 什麼意思呢? 人對我們不好 如果我們生氣他 我們不原諒他 或者我們怨恨 我們自己拆毀自己 雖然他不好 但是我生氣 就變成我自己破壞自己 所以我自己就決意 別人不可謂他的問題 我不會受他的影響 我不會 他搶不到我的東西 我就決意不讓他影響 曾經有一個人 在幾年之前 他是刻意的攻擊 抹黑 但是我就是 在過程中 我都請我們的領袖 當時一起去處理 但是我在這個處理過程中 我是決意深信 他破壞不了我的生命 他破壞不了我的侍奉 雖然他是向我們服侍的人 去說一些不正確的說話 去攻擊 他為了搶一些人 去他那裡 其實他這樣做是很蠢的 因為這個方法 神不喜歡是沒有用的 在我心裡 我就深信 他不能夠搶走神給我禮物 所以我不會被他的說話影響 我也不會用憤怒去處理他 我是很柔和地跟他聊天 我跟他聊天那次 他封了我一段時間 我跟他聊天那次 我也是很柔和地跟他說 我鼓勵你提議你 真的留意 不要說別人負面的說話 尤其是牧師的說話 你不要說這些說話 因為這些說話 我們都要向神交象 我是很柔和地跟他說 我不是罵他 希望他聽得入耳 因為我深信自己的神體重惡 我也做神所吩咐的事 其實我以往有很多年 我曾經被一個同工所批評 他背後批評 令到我當時覺得很困難 事奉很困難 但有一句經文給我很大鼓勵 就是《哥倫多前書》四章二節 《哥倫多前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管家的事要他有忠心 當時我就鼓勵自己 其實我也是忠心去努力 雖然我做得不夠好 有些事情可以進步的 不是夠好可以進步 但是我已經忠心 我已經盡力去做 我就可以 神都滿意我 當然神可以說你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神都開心我做得那麼多 我就可以開心 所以當時我就給自己一個鼓勵 鼓勵 神都歡喜我所做的事 所以我可以不用被他影響 當時其實有幾年的時間 我的心被他壓住 是很沉重的 心好像有一塊石頭硬著 我有幾年的時間這個狀況 我亦都學習去處理 其中一個處理就是 所求於管家事要他有忠心 我真是忠心去做 神是歡喜的 我又不是驕傲 我真是盡力去做 我亦都可以進步 有些地方做得不夠 我亦都可以進步 我亦都跟那個人和好 我真是善待他 對他好的 我是沒有去傷害他 我只是說出我要說的事 但我也是祝福他的 我有機會跟他溝通也是祝福他的 這個就是我建立自己 亦都建立我的事奉 我如何更加有效 如何進步 這都是我努力去尋找的 亦都在我自己的過程 我能夠處理生命 我就能夠幫助別人處理 所以很多人說到他如何 憂傷、痛苦 我都經歷過 雖然我沒有去到 有些人的狀況 有些人說沒有力量洗澡 又不肯出門 那些狀況 我沒有去到這種狀況 但我甚至會這樣說 耶穌快點回來就好 真的不用侍奉這麼辛苦 我侍奉我不覺得有問題 是一些人的批評 我覺得有問題 是很大的壓力 但是當我知道 後來所以當我從聖經去看到 我以前也看到這句說話 凡是因為你是屬基督 而將一杯水給你的 這人不能不得上次 以前我都熟這個經文 但我現在將它應用出來就是說 原來我們做少許的事 剛剛神都喜歡 所以神不是要求我們 我們是完美才喜歡 總之我們向著他的方向就喜歡 有不對我們就求主赦免 有做得對神就歡喜 所以我就可以歡喜了 歡喜的人就會有自我形象 就不會自卑的 人如果不歡喜就會自卑 就會很猛 很不開心 就會覺得人又壞 我又壞 裡面就會充滿這些不好的事 我說我個人經歷的目的是甚麼呢 盡量希望你們大家 能夠在你的生命中 找出一些類似的經歷 或者不是一樣的 你都找到原來我都受這些影響 我怎樣可以建立自己呢 能夠我的自我形象是健康的 同時又沒有去過籠就變成驕傲 譬如去到甚麼位置 覺得自己了不起 我真的比這麼多人好 我真的進步得很快 我真是最好的一個了 如果沒有我都不行的 這種心態又變成驕傲 這個又是自己拆毀自己的 然後第三項 語人一起就以為人們不會聽 這個我都在中學的時候 小學就沒有的 小學就沒有這個情況 但是到中學的時候 那些人因為他們成績好 很多都是名校的小學 所以他們本身都是很厲害的同學 我就覺得他們都不會聽 所以變成了影響我自己的慈悲 我去到教會後來的自卑感就被醫治了 為什麼呢? 我發覺在教會裡我分享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很留心聽我說話 又會回應我 又會欣賞 當時他們未必懂得說欣賞 不過總之會配合、會接納 我就知道他們接納 我的心裡就有安全感 這種安全感是我在家、學校是得不到的 但是我在教會裡得到 我也希望大家在教會裡能夠跟別人的關係好 又不用踩下他 我只是說原來我可以讓神建立 我可以成為一個祝福人的人 是人相處都覺得開心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人就會有自信 就不會好像很沒用 好像自己沒用 做不到和人相處 沒有人會聽我們說話 你要去教會裡一定會有人聽你說話 我也希望大家欣賞 不過有些人在教會裡也有一個傷害 因為他要求很高 有些人要求很高 他說那些人都不是真愛心的 那些都沒有什麼愛心 我們真的不能夠期望別人 每次都是別人給我們愛心 每次自己很慘 但是別人永久給愛心 每次都是別人要聽我們說的話 我們都聽別人說的話 關心別人 不要每次都是素苦 因為素苦 除非那個人真的很有定力 我都會聽別人的素苦 但是我一定會交給他 我就會說 好了 我聽到你的問題 我知道你辛苦 我們都談過 你可以怎樣處理 那你想怎樣處理 我就把那個球交給他 你想不想去處理 這樣你的生命就可以治治 因為無論什麼人幫你 你不處理都是治治不好的 而且他覺得人不尊重他 但是我們在神的家裡 是可以被尊重的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神的家都是大家好像完了就散了 家人才是重要的 當然家人是重要的 不過如果家人是不信主 而他都是傷害的 我們的安全感放在他身上一定會失望 這個我不是叫大家不看重家庭 是應該看重家庭 但是有些家庭是真的很難很難相處的 他們很容易說一些傷害的話 是很缺乏愛心 這樣的時候我們的安全感 一定不能放在他身上 放在他身上就一定繼續受傷 因為他很難改 他很難改 我們可以尋求方法輔導 或者方法可以怎樣處理 拆解問題在哪裡 其實我輔導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拆解到問題在哪裡 去找出方法處理 我們知道既然他們是這樣的時候 我期望他們是很難得到平安的 我一定是找出我力量的來源 從神而來 從基督徒身上而來 雖然我剛才說到我的安全感不是靠人 但是我都會同樣地說 我們必定有一部分的安全感來自人 譬如像我一樣 如果我一輩子都沒有一個好朋友 和每個人相處都是有問題的 我不會有安全感的 我是因為我真的看到我和人相處 那些人都接立被醫治 所以我自己在裡面有安全感 我有這個安全感 我就不靠人的讚賞 雖然人的讚賞我欣賞 我多謝他 但是我不依靠人的讚賞 但是不代表我的安全感 不是從沒有從人而來 主要從神而來 但是也有從人而來 即是人 你們對我接立是比我有安全感的 我也希望大家 你能夠數出一些人 在你困難的時候 他會關心你 他會回應你 他會歡喜和你聊天 不只是你歡喜和他聊天 他會喜歡你和他聊天 即是你和人相處都是有些安全感 這件事是逐步建立 能夠有更多的人 是你覺得從他身上可以得力 他也都在你身上得力 好了 下面那裡講到 怎樣去建立這個自愛形象 就是相信神叫我們有尊貴的身份 我們個個都很尊貴的 個個都有這個潛質 然後靠主建立人際關係 就是靠著耶穌親近神 而怎樣關心人 怎樣說話 有些人就說 我不認識 怎樣哄人 怎樣又很軟轉 我有什麼要說就是直說 他就用他的解釋 我什麼就要直說 直說的意思就是很挖 很容易發脾氣 他就以為這樣我就是誠實 但是誠實不一定是代表是挖的 誠實可以都是很柔和的 就算假設而已 就算那個人真的 譬如假設 有個人剪頭髮 那個剪髮師傅剪得不好 真的剪了一塊去 譬如這樣 有些人他真的很直說 你剪頭髮剪得這麼醜怪的 我就不會去你的剪髮師那裡 這個人就很挖 另一個人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會這樣 我了解原來剪髮師剪錯 那你真的覺得 我想你都會覺得很不開心 我認同他 我知道他剪得不好 但是我認同他的痛苦 他覺得我不是踩他 我跟他說的時候我不是踩他 我是認同他的辛苦 就是任何人有什麼困難的時候 我是會感受他的痛苦 於是我能夠建立人際關係 說柔和的說話 有些人說 不是一輩子都會說柔和的說話 我們有些要處理的時候 我們都一樣是柔和的 說律法的說話 我們怎麼可以處理 比如說溝通更加好 怎樣這件事情可以解決 可以用詢問的方法去處理 是總有方法可以解決到的 所以這個是要學習 人際關係好 以及建立能力和經驗 就是我們需要學習 怎樣能夠幫助人多 我們就懂得幫助自己 首先幫助自己 就懂得幫助人 越幫助人多 就越能夠幫助棘手的情況 就是任何棘手的情況 我們都能夠建立我們的經驗 自卑感的人會有什麼後果呢 就覺得有什麼表現 就覺得自己沒用 覺得沒有人喜歡自己 覺得自己前途坎坷 容易懷疑人的動機 容易被人傷害 這也是會有的情況 如果你有這個情況 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沒有人喜歡你的 你前途坎坷的 會懷疑人的 容易被人傷害的 你都會找出 為什麼是這樣 我們怎樣可以用方法去處理 怎樣處理呢 第一就是我剛才所說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到的日子 你已經寫了擦上 神已經有個計劃 不過問題是你能否進入去 還有呢 下面那裡 前書一章二十七節 神簡選到世上如絕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簡選到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羞愧 如果你第一句已經熟悉了 你可以選擇念第二句了 那你唸了它 你就會更加放在心中了 就是我就算軟弱 有些人知識不高 但是他有耶穌改變 他整個生命的發揮很大 有時接觸了一些基督徒 他年紀都很大 但是他有耶穌的生命 那種喜樂或者全方的生活 是覺得很好的 我覺得就是神改變他 之前的姐妹分享 我也覺得你比以前進步了 你說的話是進步了 是有條理了的 我就感謝神了 這就是神能夠揀選一個人 他一直一直進步 在我們的表達上一直進步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就是講這個處理自卑 大家都想起自己 有沒有自卑的經歷 怎樣可以處理自卑 怎樣可以靠著耶穌一步步去得勝 可以在分組裡面去分享 我下面那些討論問題 有沒有人輕看你 令你覺得自己不重要呢 我相信人都會有 有沒有人令你覺得自己不重要呢 第二 神能叫你成為尊貴的人 亦都像人智慧的能力 你想不想讓神建立你的自我形象呢 這個就是要來幫助非基督徒 但亦都可以幫助基督徒 你想不想讓神幫你 建立你的自我形象呢 第三 紅色的就是特別給基督徒 當你處理自卑的時候 亦都能夠幫助你對付罪 和處理你的軟弱 因為很多罪和軟弱 就是從自卑而來的 因為當人自卑就會容易埋怨 容易訴苦 容易不深信神的愛 容易懷疑人 容易看低人 又或者變成驕傲 自卑就會產生不同的問題 當你處理的時候 你能夠處理你就更有能力 更能夠處理 建立人際關係和處事的能力 就能夠 就是你和人際關係更加好 還有處事 很多人處事很有問題 就是一有困難就立刻很發難 就是害怕很害怕很擔心 沒有一個定力去處理 其實有很多問題都是可以處理的 有時 譬如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曾經有人說 我在公司做不到的事情 太多 太多 給我做 那怎樣處理 我問你真的做不到 你就告訴老闆 我真的做不到 真的太多了 你就告訴他 不要緊的 我就做到這麼多 我就做到這麼多 他不會說 你做不到 你都要做 你要做 一定要做 你只能夠做到這麼多 我的能力是去到這麼多 這也是我們可以溝通 但又不用去埋怨 又不用說 老闆你不公平 你給人這麼少 你給我這麼多 這個就批評 他就會自慰 我們只是跟他溝通 我這個工作真的做不到那麼多 那怎樣處理 這就是處事的方法 為主發揮生命 就是我們建立到一個自我形象的時候 就能夠發揮生命了 你覺得你可以開始 怎樣建立你的自我形象呢 我們都在一個小組討論 可以怎樣建立自我形象 這裡可以是互相幫助 或者有一個人 他講出他的問題 可以幫助 或者是互相幫助 怎樣建立這個自我形象 好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好 我們然後分組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們每一個都是神賜給我們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我們試試舉高的手跟神說 神啊 你賜給我一個很尊貴的身份 我都是很尊貴 為何叫你舉手 好像很高一樣 我是很尊貴的 我是很尊貴的 耶穌裡面很尊貴 神啊 幫我進入這個計劃 幫我進入這個計劃 我的生命就能夠發揮了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靠著耶穌可以得勝有餘 靠著耶穌可以處理這些問題的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我因為神而歡喜快樂 哈哈 一起說 我因為神歡喜快樂 哈哈 多謝耶穌 哈哈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哈 多謝耶穌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希望大家都經常多欣賞自己 開心 歡喜快樂 祈禱奉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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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奉主耶穌